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系列的颈部的临床表现 假设说颈部我们查一个病人 他的上颈椎 我刚才说了 就是整骨和环椎和疏椎构成了整环或者是环疏关节 这些地方的压痛 发颈 发肘 或者是活动受限 或者部分受限 往往这是个颈性引起来的 因为他和颈性密切相关 那么我们也可以在检查过程当中 针对这些部位给他进行一些手法 点穴 按压 或者给他拔伸 看看病人颈椎的 看看他的头晕症状是否有所缓解 假设有密切的关系有缓解 那就是颈性引起来的 木铃床还有一些头晕 比如说高血压性头晕 耳元性头晕 或者头缘性头晕 那么这些的我们要 假设一个病人的颈椎活动自如 也明显不舒服 但是有高血压病时 或者是有内耳 以前有发生过这些内耳的病变 引起悬疑的病时 那么我们是首先考虑有没有颈椎以外的病时 这个就需要进行详细的问诊和严格的物理检查 并且了解病人既往发作的病时 来进行鉴别 这不难就做出一个鉴别诊断了